操作策略的制定与实战 惯性思维与极限交易市场里的应对策略 我们先说惯性思维 那么什么是惯性思维呢 就是你习惯于一种固定的既有的熟悉的思维方式 就叫做惯性思维 市场它能够形成这种惯性思维 它绝不是一次或两次行情它能够解决的 它会是在一段时间的过程中反复地出现 给你硬加进去 让你不得不信 让你不得不习惯 让你不得不产生这种惯性思维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图 上场指数呢 在2001年到2005年的过程中 它一直呈现出这种震荡的行情 我们也管它叫做波段行情 它如果只是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个也是很难形成惯性思维 但是呢它用四年的时间 2001年到2015年四年的时间 它写了这样的一个概率 在波段行情里 你获利的可能性就只有是高炮低息 高了卖 低了卖 低了卖进去 高了必须卖 如果不卖的话 就回来了 这样的一个事实呢 它如果是只存在于几天 或者是几个月 你可能都没有这种意识 但是它存在的时间太长了 四年的时间 这样的话呢 市场上所有的参与者 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市场的氛围 我在做行情的时候 我应该做波段交易 低了买 高了得卖 高了不卖 又回来了 而且它可能出现损失 那么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内 它就会形成这种惯性思维 但是惯性思维它的形成 就是为了有一天它被打破 因此 我们在研究惯性思维的时候 我为什么说 它除了叫策略以外 它还应该叫做意识 交易的意识 你应该 在它形成这种惯性之后 尽量地考虑一下 它形成的目的是什么 它形成的效果是什么 它要达成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 越是熟悉这种交易思维的人越多 它跳出交易思维 这种惯性思维的时候 它收到的效果就越好 所以说 当一种惯性思维 它形成的时间非常长的时候 你就要逆想好 因为惯性思维它的形成 其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将它打破 比方说 在这张图当中 市场反复地出现这种震荡行情 在震荡行情的过程中 你只有做波段交易才能盈利 一波 两波 三波 四波 它用了四年的时间来写这样的一个规律 这是周线啊 上次主书的周线图 可是当你习惯了我们去做波段航情的时候 那么这种惯性思维 它所产生的效果就会出来了 大家请看下一张图 经过了这四年多的时间 市场形成的波段交易 使得在这个市场上参与者 市场的参与者 他很习惯于做波段 惯性思维使得波段交易 在人群当中的思想根深蒂固 就是做波段交易 那么你有了这种思想 有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第一个波段在1300点左右 998点上涨到1300点 是涨了30% 我们可以看之前 这几波的上升 基本都在30%左右 就会出现高点 所以说当998点起 开始涨30%的时候 惯性思维它就会告诉你 你做过这一段时间的行情 你就熟悉了做波段 你就想卖 就算在1300点 涨到1800点 前期几次市场高点的位置 到达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很多人 也在这个地方卖掉 为什么 因为他这种波段交易 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内 已经根深蒂固了 稍稍等 稍等 我们再看下一张团 曾经的高点 没有呈现成注定 那么惯性思维的人 他就会产生 严重的踏步 你看 第一部分产生惯性思维的人 在这个地方卖 第二个部分 在这个地方卖 但是呢 按照我们原有的 曾经出现的市场的行情 在这个地方 他应该注定了 从波段交易的来讲 波段交易的角度来讲 这个地方他就是 注定的点 高点 卖点 可是呢 你习惯了这种 惯性思维之后 你按照过去几年 所形成的这种 惯性思维来进行交易 你发现 高点 没有形成地点 注定 他继续出现杀伤 后面又出现这一股杀伤 那么惯性思维的人 就可以产生严重的踏步 假如你能够提前 想明白这一点 在一种 惯性思维 它重复了多次以后 你知道 那么这种市场的上升 它不会持续很久 在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 你能够提前地 建立起 跳出惯性思维的 交易意识 你就不会出现 类似于这样的 严重的踏空的行情 也就是说 在这个波段 出现踏空的 这种错误比较多的人 是谁呢 是他曾经习惯了 在这四年的交易过程中 或者是在这一个波段的 交易过程中 习惯了做波段交易 也就是说 再换句话说 做波段交易 做得好的 这个位置上 形成踏空的概率 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 有固定的交易模式 这种模式 它不会 一成不变 它会随着行情的发展 行情的进步 出现市场的 变革 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 惯性思维 它所带来的 这种后果 好 我们再继续看 这是刚才的一步 在06年和07年之后 所有想高抛低息的 这些高抛低息的位置 全都错了 就是我做波段 做习惯的 高了卖 低了卖 高了卖 低了卖 突然发现高了卖 低了卖 不回来了 行情再创新高 到高位抛掉之后 行情再创新高 到高位之后 抛掉之后 行情再创新高 到6000点 那么好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用了四次的行情 告诉你 什么时候卖 都错了 用了两年的时间 在投资者心里 产生了一个 惯性思维 这个惯性思维 是什么呢 什么波段交易 都是浮云 坚持持股 死了都不卖 这才是 正确的交易理念 原来不信 因为原来死了都不卖 在2001年到2005年的 这段 震荡 行情过程中 采用这样的交易方式 很惨 只有波段交易 才能盈利 但是呢 我们通常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 只有在习惯了之后 才会产生 就是说 我这几年 做的行情 做的都不好 是因为 我们在做 波段行情的时候 最开始还不知道 这个波段行情怎么做 终于从 2245点 2001年 到998点的 这四年下跌的过程中 我明白了 我们应该波段交易 但你明白的点 通常都是默契 什么意思呢 在初期 它没有形成 惯性思维的时候 你是没有这种 交易意识的 当它形成这种 惯性思维的时候 你开始有了 你开始明白了 我们应该做 波段交易 但是 惯性思维 导致你产生的 这种交易意识 也是会害你最大的 同样 在这张图的单边的 上升两年多 大牛市过程中 两年多 它就告诉你一个事实 什么时候卖都错 持股不动才是对的 波段交易的 这种惯性思维 早已荡然无存 现在我们就应该 坚定持股 坚决持股 它给你写了 这样一个思想 可是大家知道吗 市场在给你写入 这个思想的时候 它绝不是短期的 当你认为这个思想 能够根深蒂固的时候 一定它已经 连续创造这种上涨了 也就是说涨到末期 涨到后边了 涨到市场已经产生 惯性思维的时候 你明白了 我们做交易 做股票 应该以波段交易 以持股为主 不要以波段交易为主 可是 就是这种 由于反复出现的行情 反复出现的单边上升 什么时候卖都错的 这种单边上升 给你创造了这种 关键思维 而你坚信不移的时候 你这种 关键思维 反复出现吗 导致你开始习惯了 开始坚信不移的时候 风险才是最大的 好 我们看下一张图 6月24点 跌到1664点的这一波 你说现在行情惨吗 对比这一波来讲 那就是浮云 这一波每个月下跌 700多点 这一波每个月下跌 470点 速度非常快 这一波的 市场的下跌的过程中 很猛 并且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从6000点 跌到要1600点 当然其背后呢 有一个美国的金融危机 作为背景 可是呢 大家想一想 在这之前 也就是说 我们上一张图所讲的 5000多点 近6000点的地方 很多人 他刚刚的形成了 这种 死了都不卖 坚决持股不动的思维 那么假如说 你有这种思维方式 出现了一波小的调整 你一定会跟自己说 不要卖 再出现一波调整 不要卖 死了都不卖 然后呢 越讨越深 就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你在赔10%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个纠结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定的损失 要不要卖掉 通过以往的经验来看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不应该卖掉 以往的经验是什么呢 就是惯性思维 这种惯性思维 是非常害人的 如果赔10% 你没有卖的话 赔15% 你就很难卖掉 为什么 10%我都没卖 15%我干嘛要卖 如果赔15% 没有卖的话 赔20% 你就更难卖掉 然后就越讨越深 我们看这张图的时候 也会发现这种观景思维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观景思维呢 你看我画了六个圆圈 五个黑色的 一个红色 黑色的呢 都是日线级别的低点 在几次出现日线级别的低点的时候 它都不形成最低点 使得在低点买入的资金 进行抄底的资金 都不是最低点 那么 它在这样的一个系列的 行情下跌的过程中 它会形成一个观景思维是什么呢 就做反弹 如果不以反弹为主 那么 随后的下跌就套惨了 每一波行情起 用了五次的时间告诉大家 那么你抄底就要做反弹 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你看到1664点的时候 这种观景思维已经根深蒂固了 真正形成低点的时候 观景思维是会害了你 低点形成的时候 认为是大行情的 很少 这是观景思维 所造成 好 我们再看另一张图 我们先以趋势 你看 从这张图上来看 目前所形成的这个趋势线 到这 出现破位 对吧 随后的上升代表了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单日大阳线 但是呢 其后就连续三根小阳线 出现了上升 并且刷新了 最高点 随后的上升呢 代表了这里的调整 就这根大阴线 属于上升图中的洗盘 那么好了 我们有了一根大阴线 它的出现呢 并没有出现真正的下跌 而是上升图中的洗盘 这给我们造成第一个印象 即市场出现阴线的时候 它有可能不是下跌 而是上升的洗盘 那么到这 再次的出现调整 并且伴随趋势破位 那么你可能会比较忧郁 这个地方也是阴线 但是呢 趋势先破了 卖不卖呢 忧郁的过程中 有的人选择卖掉了 有的人选择观望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是刚才的破位的地方 结果呢 随后的大阳线 又冲过了 刚才的破位的地方 随后的上升 证明了破位是假的 调整不可怕 卖出的人呢 就赶紧再买回来 那么当市场再次的 遇到大阴线的时候 又开始怀疑 是否又是假破位呢 第一次假破位 第二次假破位 这是第三次 又破位了 趋势又破了 你可能又会想这个问题 好 阴线的时候 由于前三次 阴线都是假破位 那么这种关系思维 就会给你产生一个巨大的抗拒感 那么这也是一个假的破位 已经有这种习惯性了 上升途中调整 不可怕 没事 那么这种关系思维 它所产生的巨大的主观意识和思维 坚信 目前应该是属于上升途中的调整 结果就出现了6124点的大高点 就这个阴线就住了顶了 你看前几次阴线它没住顶 但是最后一次它住了顶 你看前几次我们喜欢用波段交易 但是最后一次你用波段交易就是错了 你看前几次告诉你 我们应该持股不动 应该死了都不卖 结果呢 6000点死了都不卖的 结果是最惨的 2008年前几次告诉你 抄底必须做反弹 最后一次告诉你 它不是反弹 所以说这种关系思维 它给我们写的是什么呢 它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波行情的过程中 当你越习惯一个事情 你越觉得有把握的一个事情 你越自以为安全的一个事情 它其实就是最危险的 它其实就是最不靠谱的 所以我们学了这节课之后 你一定要在心里有一个意识 什么意识呢 就是 当市场反复的出现一个事情 反复的出现一个事情 它就会形成 对于我们的交易心理 造成一定的主观意识 这种主观意识 你要反过来想一想 比方说 连续的出现震荡波段 你就要考虑一下 它可能会出一个单边行情 连续的出现单边行情 你就要考虑一下 它可能要走震荡行情 连续的低点 出现的都是反弹 你就要考虑一下 再出低点的时候 它就要注低 连续的市场出现上升 当中的调整不可怕 那么在未来 就有可能一波行情的调整 是可怕的 这就是 在别人形成惯性思维的时候 我们要跳出惯性思维 来进行逆向的操作意识 什么时候应该进行这种逆向的交易意识呢 我认为是三次以上 你看我们说像是 三正一反 三正一反是什么意思呢 跟你说三个正的 那么你的思维就跟着它 会往下向 它突然给你来一个反的 你会觉得这个很可笑 这就是说像是 为什么说三正一反 所以说三次是达成这种 惯性思维的最基准的要求 我觉得两次有点低 次数越多越好 但是通常没有超过五次 即 关键思维它应该是在三四五左右 当一个事情反复出现三四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这个事有可能 它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出现四次的话 你的把握性就比较大 如果出现五次的话 把握性就更大 那么我们 要在惯性思维形成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 占有一定的主观意识的时候 率先建立起 逆向思维 来应对惯性思维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交易意识 什么叫做意识 意识一定是在没有出现之前 对于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做出判断 这是意识 我们讲观景思维 就是未来它有可能 它为什么要制造观景思维 它制造观景思维 就是未来它有一天 把它打破 所以它才会制造观景思维 你越熟悉的就越危险 你越熟悉的就越不安全 这就是观景思维所能够带来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大家看 单针探底 看到没有 每次出现单日大阴线的时候 都往回收 反复出现多次之后 当天是阴线 尾尸的时候收回来 阴线尾尸的时候收回来 这样它就会形成下阴线 你习惯了 你就会觉得 这种单日阴线下跌不可怕 可是呢 再出现阴线的时候 不回来了 这是一种观景思维的方式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 会有快速的下跌 第一波 这是第二波 这是第三波 这是第四波 这是第五波 在整个的连续的上升过程中 有五次调整 都被快速的拉回 那么下次再遇到 这种快速的调整 就有可能不回来了 因为这种惯性思维 对于下跌都麻木了 下跌不可怕 卖出才可怕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是在相体里 也叫做巨型里 形成的惯性思维 相体里形成的惯性思维是什么呢 在相底位置应该买入 在相顶位置 应该卖出 稍等 那么 当市场出现三次的时候 比方说它三次建了相底 它再出现行情的时候 比如说到这个位置 已经出现三次 你就要反过来想一想 这个地方它不是底 或者是 在出现向上的时候 到达相体顶延的时候 由于它已经一二三次建顶 你就要想一想 这个地方它不是高点 G 这前几次都是对的 在这个位置有可能是错的 第四次买入有可能是错的 或者是前三次卖出都是对的 第四次卖出有可能是错的 所以说我们建立起交意识 什么意识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前三次到这都买入 第四次到的时候不买了 这就是意识 或者是前三次到这个高点 卖出都是对的 当第四次再到这个高点的时候 不卖了 我们要跳出这种惯性思维 这样的话 主力拿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它会写一个惯性思维 结果呢 它在写这个过程中很复杂 很劳神 结果呢 要出效果的时候 你反着来了 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 我们再看这张图 大家看 第一次低点 第二次低点 第三次低点 到这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就要提防它 出现 不再是低点 大家看 这是刚才那张图 同样 它住了三次高点 对吧 如果再到这个位置 第四次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 它不是高点 所以说 像这张图 买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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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 就有可能不买了 或者是 后面就不卖了 这就是 我们跳出 惯性思维 能够形成的 这种交易意识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也一样 前三次 见到市场的高点 当第四次 见到高点的时候 你要跳出这种 交易的方式 大家看 如果你还是 买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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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最后一次 卖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下买入 回不来了 行情一直涨上去 所以说 主力建立起这种 惯性思维的时候 他就考虑到 未来的某一天 用它反着做 就拿最近的行情来说 最近的行情就是 每一波低点 都不是低点 随后就刷新 对吧 每一波下跌的低点 都不是最低点 那么随后就出现 新的下跌 刷新低点 当这样的 思维 当这样的情况 它重复出现的次数多了 那么下一个 就有可能形成 真正的低点 这就是惯性思维 我们应该跳出来的 那么还有 比方说 在过去的几年过程中 市场总是震荡行情 从2009年的8月份 到2012年的8月份 已经三年的时间 市场没有大行情 全都是不断小行情 这种小行情是以震荡为主的 机会是存在于震荡行情里 这种波段的行情里 它形成了三年的这种观景思维 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把它打破 所以我在之前呢 就提出来 我们要有这种 做单边行情的交易意识 这种意识 必须提前于行情 假如说现在已经走出单边行情 然后呢 我们再说 要建立起单边行情的意识 它就不叫意识 那么惯性思维 它既然写了这样长时间的一个规律 一个事实 它的目的 做什么事情都会有目的 它们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打破它 这就是惯性思维 我们所对应的应对方案 我们要 在惯性思维 重复了多次之后 进行逆向思考 好 我们看 这是上升趋势 上升趋势呢 通常是在趋势线附近买入 趋势线的上轨买出 买入 买出 买入 买出 买入 买出 到第四次的时候 不买了 你习惯一种交易的方式 你拿它做得很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往往最后一次都是错了 很奇怪 很有意思 很奇怪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 前三次买入都对了 这个方法我用得很好 这个方式我很能接受 但是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嗯 我不这么做 该买的时候不买 那这样的话呢 它会就给你一个 非常理想的 这种跳出 关心思维所带来的好处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 严格的交易纪律的问题 比方说 我就严格执行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买入 卖出 到第四次 我还买入 如果它出现破位 我得止损 这两种呢 其实这两种方式 都是可取的 只不过呢 第一种方式 更适合于我们的投资者 也就是说 我们要有这种 逆向的交易意识 跳出 惯性思维的这种交易意识 后面这项呢 也可以 我们用严格的交易制度 交易规则 来规范行情 那就变成了 纯机械化交易 纯机械化交易 像这种情况 出现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 出现的时候 你必须得有 严格的交易制度 和交易规则 假如某一波 做不好 可能影响了 整个这一片 比方说 在这个地方的买入 然后亏损之后 舍不得亏损的时候买 那可能一波 行情接下来 把前面的 所有的利润 全回去了 我经常遇到 这样的情况 身边的朋友 这个做股票呢 这一波行情 做了二十多只股票 其实有十八只 十九只 一大半 一多半 都是赚钱的 结果最后呢 一只股票赔钱 赔的是稀里哗啦 每个都赚一点点 赔一次 全回去了 这个问题 你不解决 你要考虑一下 在未来的一段 时间过程中 很有可能 你的所有的利润 会因为一波 行情是没掉 尤其是在有杠杆交易 比方说 股指期货的 这种情况下 股指期货 为什么说 我一直说 这个 这个 做股指期货的方向 很重要 别看现在是处于 这个下跌的过程中 但是呢 它下跌 它毕竟是有止境的 你不会出现原则性的 这种错误 只要你风险 控制得好 别过于透支 你的资金 将来 它会总有一天 会形成 下降趋势的终结 上升趋势的产生 可是呢 股指期货 你如果是做空的 行情出现上涨 你就要补仓 然后呢 行情继续上涨 你还要继续的补保证金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你在补30万保证金的时候 到第40万 你可能还会继续补 你补了40万的时候 还需要你补10万的时候 你可能还会继续补 你补的资金越多 你后面就 不得不逼着自己 补进去 然后呢 这窟窿就越甜越大 越甜越大 越大越的甜 越大越的坚持 这个问题就大了 所以说它会出现这种 一次错误 你就解决不了 这种问题 只是在上升趋势里 我们再看 这个 下降趋势里 也是 三次到趋势线的时候 每次到趋势线都需到市场的阻力 最后一次到趋势线 有可能是冲不去 包括周线 周线我说了 第一次到达周线的高点 3786点 时间呢 是在2008年的5月份 第二次形成周线的高点 是2009年的8月份 34780 第三次 第三次 形成周线的高点 是2010年的11月份 3186点 第四次形成周线的趋势 是2011年的4月份 3067点 也就是下次如果再到这条线的时候 我认为它是会过去的 这就是我们跳出惯性思维 所带来的交易意识 不到则已 移到则过 这条线 将对市场不再形成太大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跳出惯性思维 所带来的市场的结论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这也是 第一次高点 第二次高点 第三次高点 第四次再冲的时候 你只要有意识 这个地方有可能过去 不再是高点 这是关心思维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稍等 好 我们惯性思维 讲到这儿就已经讲完了 我们总结一下 惯性思维 它其实就是用一段时间的反复 在你的脑海里 形成一定的主观意识和主观印象 这种主观意识和主观印象 也可能在未来还有一段小的反复 但是我们在它重复的次数多了的时候 在绝大多数人都形成这种关心思维的时候 我们应该跳出这种关心思维 来建立起绝大多数人 还没有意识到的这种交易策略 所以它就衍生出市场的交易意识 这种交易意识是要有一定的预知性 有一定的预先性 它要逃离 惯性思维对于市场 对于我们个人这种主观交易思维的影响 这是应对于惯性思维的最好的方式 可能我们在这种建立意识的初期 还是感觉到比较困惑 比方说我们在形成了三次或四次 这种惯性思维的时候 我们突然提前建立起这种逆向的交易思路 它可能再形成一次 形成五次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提前所建立起的这个交易的思维方式 就会因为这短期的市场的折磨 而变得不确定性 但是呢 你要知道 这种意识的建立 从长期的角度来讲 对于你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惯性思维的时候呢 就是告诉大家一点 凡是这个市场 凡是这个市场 它出现次数多了 它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既有的模式 都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要把它打破的 既然外界把它打破 让你无所适从 我们还不如自己 先把它打破 争取这个主动权 这种交易意识 就会让你在这种惯性思维的 大的前提下 具备更多的市场的主动权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